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祥龍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一款漢話遊戲叫做《詩惠黎陶王》 他的作者就是做了安塞爾與葛雷特,然後DS,還有黑暗小紅帽DS的作者 之前是不知道,現在知道的這一系列,我們當然就來玩看看啦 那就Ready Go,出發 暴力場景,怪誕表現 超暴力,超怪誕,又超練習,我喜歡 喔齁,超可愛的,畫得好可愛喔 在昏暗的房間裡,我醒來了,頭痛欲裂 這是哪裡,我是誰,我要做什麼 靠北,RPG三連,我是誰,這是哪裡,我要做什麼 經典RPG三連,這叫喜太郎,欸這個不用兔兔就可以成黨了耶,讚讚讚 裝備喔,少見的自我,為什麼是裝備的右手,那是三小啊 白襯衫衫,而且你為什麼左手裝備是白襯衫啊,白襲喔 白襲喔 到時候有白襯衫,沒有啊,他沒有脫掉啊 呵呵呵 要使用誰的特技 秀秀,好好聞 跟蹤,為誰在女性後方 妄想 果然很變態,光小 呵呵呵,這什麼東西 平淡無奇的面子 時鐘的指針,只在凌晨三點,我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 衛生紙呢 垃圾桶裡面塞滿了面子團 下面有什麼東西,一張小筆記 我愛你,得到筆記一 感覺好像想起了什麼事 我... 你這樣想起來你是個臭宅 哈哈哈哈 沒事 誰沒當過宅男呢 請等一下 喔 什麼 有什麼事 不要沉默不講話,你也說些什麼啊 我在趕時間耶 你在害羞什麼 很抱歉,我討厭男生 不太想跟男生扯上關係 立出戒指 欸 啊,這是我的 難道說是掉在什麼地方呢 你是特地送來給我的嗎 謝謝 啊,不是說討厭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幫大忙啦 那個,你的名字是 是嗎,是喜太郎君吧 我是施惠裡喔 可以的話,希望下次能回憲你 那麼再見啦 沒錯 我在那一天遇見了他 我們倆 在成為對彼此來說 不可或缺的存在之前 虛度了 幾乎看不見鏡頭的長久時光 等一下 彼此互... 所以你們兩個是... 男女朋友 啊靠 哈哈哈哈 媽咧 一起那邊閃亮亮的 要問問看嗎 一起那邊閃亮亮的在那邊秀恩愛 靠 我以為這邊是有東西耶 看來沒有 而且為什麼會在面子團裡面啊 鏡子上照應出自己的模樣 非常不起眼的臉龐 不會啊 他其實算是少見的帥那種 可是因為比較冷淡的感覺 他讓我想到那個誰 突然忘記那個水之呼吸 那個水柱叫什麼名字還真的 他給我感覺其實蠻像他的 在買衣服的衣櫃 裡面會有上什麼 欸有耶 小筆記 今天我遇見了小超 他很熱情的聽我說有關於他的事 得到筆記2 小超嗎 關於誰的事呢 起滿13張破關後 欣賞特典劇情 難怪我剛剛一開始那個 我之前偷偷按都沒用 哈哈 放著破掉的閱歷 凌晨3點我到底在做什麼 不知道 好像收播了 可以把它關掉嗎 好吵喔 我覺得我剛才好像在看搞笑節目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看 對了我跟他 你跟誰 是會離嗎 所以是會離怎麼了 怎麼只剩你一個啦 那喜太郎君 跟你像這樣一起吃午餐 你不覺得是個很奇怪的畫面嗎 我從來沒想過 我會跟你這麼要好 欸搞不好那個戒指啊 其實是喜太郎已經看上你了 然後故意把你偷走 然後假裝說 欸你的戒指掉了 來我還給你這樣子 這感覺有種套路 很酷的感覺 嘿嘿我是說真的唷 摸摸頭 討厭不要摸啦 呵呵 啊這個那個 嗯對不起什麼事也沒有 呵呵呵 我一直都在想 喜太郎君為什麼要對我這麼溫柔 是有什麼目的嗎 你說呢 呵 我竟然問了這種事 好像笨蛋一樣呢 對不起喜太郎君 我很奇怪吧 那 對於我所有 所有辛苦的事情 我想 又是喜太郎君的話 一定可以接受我 什麼意思啊 我想要是喜太郎君的話 一定可以理解我 我不理解啊 所以難怪我不是他 當我回省的時候 腦海裡都已經指向著喜太郎君了 你這個進展速度有點快喔 這個開車時間不要太快喔 我說真的 等一下車速過快 蹦了一下 撞牆了 我救不了你喔 這好心情就叫做戀愛嗎 還是說 只是一種依賴呢 呵 我該怎麼做才好 把他抱在懷裡嗎 欸欸欸欸欸欸欸 這就開車了是不是 你們的進展速度太快了吧 啊 喜太郎君好溫暖 可以待在我身邊嗎 永遠 啊 對了我們兩個 如果 作為你的支撐 是我存在的理由的話 我就不會迷惘了 沒有 你看看起來蠻迷惘的 其實 你好像一點記憶都沒有 你是遭遇了什麼困難是不是 你是不是 遇到什麼困難啊 呵呵 好吵喔 喔 施惠裡已經另一個女孩子 他是誰呢 所以代表說還有第三個女孩子嗎 小筆記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為了我的身體的話 筆記5 欸 什麼聲音 折疊式的 嗯 有張符咒 桌子背面貼一張符咒 5月的月曆 今天到底是哪一天 528的地方好像有什麼東西 為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有幾張 1 2 4 5 沒有3 啊3呢 有有有有有東西找到了 有一個能毫不隱瞞的請述煩惱的朋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筆記3 是嗎 我就說嘛 這邊一定有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這是個天才 為了身體 為了身體 所以後來你們兩個 真的就直接開車了是不是 幹 馬的塞NF塞屁啊 呵呵呵 討厭 洗衣機有沒有 最深處的東西 對我說你很溫柔 我喜歡你之類的 那一定不是真心的 這個感覺就被害妄想症 有點臭臭的 他摸了我的頭 牽了我的手 撫摸了我的臉頰 厕索 你在洗澡 洗澡不啾 呵呵呵呵 啾盤啊 對不對 怕什麼 調依者 我覺得 我覺得我剛才是去洗澡了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 對我跟他 What the hell man 啊 一起洗澡是三小 呵呵呵 一起洗澡到底是三小 而且你們兩個 為什麼是在教室裡面一起洗澡 洗太郎君 其實我啊 很怕別人背叛我 我以前曾經跟男孩子交往過 但因為各種合不來分手了 然後呢 然後 他變成跟蹤狂一樣 他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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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盯著我看 在學校也是在家也是 隨時隨地 那個男生的眼神一直注視著我 然後啊 然後 別再說下去了 洗太郎君你好溫柔 結果如此 我還是做了很過分的事 因為我把你的手推開了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男人都很可怕 不過如果是洗太郎君的話 肯定不要緊的 我是這麼想的 洗太郎君你喜歡我嗎 哎呦 直接講喔 我也是 我也喜歡洗太郎君喔 他發自內心的笑容 是最棒的 你天真無邪的笑容 燦爛奪目 錢姐如此 就照亮了我的心 我很幸福 哪怕這訓服也只是虛假的嗎 哼 誰知道呢 然後又混了這小筆記 我不相信男人 無法輕易的相信 可是你卻相信了洗太郎 345678 嘿嘿 你目的只是我的身體 這個 這個話有點微妙喔 又一張小筆記 我明明叫自己別再去思考 卻 正確老是在想 其實你根本就不喜歡我 根本就不會在意我之類的 筆記9 普通餐具 又一張小筆記 又一張小筆記 跟活著的我在一起幸福嗎 不然要跟死的你喔 靠腰刮小 吐在睡覺別吵起他 我們是在綠色的桌墊 我覺得剛才是在這裡吃飯 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吃 對了我跟他 跟他一起吃飯 跟他一起洗澡 你們兩個進展有點快喔 太快囉 這樣不行喔 這樣不行喔 啊 那個 洗太郎君 我 我可以喔 可以生小喔 洗太郎君的話肯定沒問題的 所以 所以 要對我溫柔一點喔 拜託你了 我知道 我知道是怎樣 在一個 美麗 星空的夜晚 我們結合了 太快啦 哈哈哈哈 你們兩個的進展速度真的是 火箭筒耶 我操 兩人連一刻都不曾分開 不厭分離彼此 不想離開你 所以握住了你的手 我們唯有那樣 明明只要那樣做就好了 哇塞 這個開車的速度 比火箭還猛耶 呵呵呵 說開車就開車 用磁鐵貼了什麼 就算在一起的時候 就算互相擁抱 都無法消除我的不安 嗯 我該說 這一個 叫做 施惠裡的 是不是 有點可怕 叫7 8 9 10 11 嗯 還差兩張 媽媽說開車就開車捏 這些人 哼 太快了 非常不起眼 又一張小筆記 想知道 那麼 告訴我你的事吧 OK 我覺得這個筆記應該也是一個關鍵啊 鞋子 除了我的外還有一雙 那是誰的鞋子呢 我比較好奇的是第三個女生是誰 欸 你說分手 為什麼 太快了 為什麼啊 不要 我不要分手 我討厭孤立立一個人 我不要自己一個人 被這樣洗太郎 不要丟下我 我今後要怎麼活下去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兩人一開始不相遇就好了嗎 什麼意思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要了別人的身體 然後就開始 走 我全都想起來了 知道 失去所有的現在 我應該要採取的行動 我有一個 要採取什麼行動 自砍嗎 我覺得隔下還是自淹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被現實熱死了 我覺得隔下你還是自淹吧 哈哈哈哈哈哈 飛不去了 是啊沒必要離開這裡 那種事我一開始就知道了 我明明是知道的 正確逃避了那個現實 什麼意思 飛不去了 不懂 不懂 所以現在要回到那個床上嗎 然後讓你們再繼續開車車嗎 哈哈哈哈 哇 開車速度太快囉 我怕翻車內齁 喔齁 喔齁 What the fuck man 這是 不是 該不會你把詩惠禮幹掉了吧 讚喔 讚喔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我得到了永遠 把你永遠的放在我的身邊 莎夏喔 沒有比這件事更令人感到幸福啦 不是不是不是 剛剛你 你不是這樣講的 你把他 是你把他幹掉了嗎 可是你們不是要搞分手嗎 因為從今以後 我將與冰冷的你度過一生 所以你是那種傳說中的練師屁嗎 我靠 唉 你說分手 你說分手 喔所以是 反過來是不是 這女生是跟他說要分手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啊 不要我不要分手 我討厭孤立一個人 我不要自己一個人 我不要自己一個人 回這張師匯裡 不要丟下我 我今後怎麼活下去 那種事 就算我們商量你也一定不會了解 所以對不起 然後你就被幹掉了 我被拒絕了 我被拒絕了 然後你就把他幹掉了 然後我們把他幹掉了 我被拒絕了 被拒絕了 我被拒絕了 不是的 呀 住手 住手 我不要 不可以 真的不行 勒住他脖子 勒住脖子會吐血 是不是你搞不定 不要 吸他上去 住手 勒得更用力 你是把他脖子擰斷了是不是 你是把他脖子擰斷了是不是 你是把他脖子在咖哩下转掉了 我偷偷地吻在施慧禮便冰冷的双唇上 施慧禮便没有回应 我是知道的 就算如此我也很幸福 好哦 我的爱的形式 这个是要说什么 恐怖情人 真的眼睛要长亮一点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哇操嘞 是慧禮就这样被坑死了 爱上了一个恐怖情人的下场 所以现在有出现这一个 代表我过到的是真正的真结局了吗 哈哈哈哈 那依照 依照之前看到的这个啊 我多前来我 这个搞不好不是真结局 这个搞不好是坏结局 这个脸是怎样 哈哈哈哈 刚刚没有遇到这个脸啊 而且实战上都收起了 代表我可以 看特点对不对 那等一下我们先看看Band 直接离开应该是Band了吧 那这个人 应该就是他们说第三个吗 操吗 特点 哦 特点 聚情密码 3510 好的 离开 是啊 赶紧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绝对不回头 今后我们分道扬镳 你离得开吗 嘿嘿嘿嘿嘿 等等我 哦 哦 习太郎君 你要去哪里啊 不要 你别走 我不要 你哪里都别去 哦 Holy fuck man 我也知道我做的是很异常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我不想要被别人夺走 所以这边走的路线是 哈 那个谁 有习太郎 提出分手的路线吗 然后 现在施惠离 开始崩溃了 刚刚那边是施惠离提出分手 然后习太郎崩溃 现在反过来是不是 我不想要你被其他人夺走 所以 不得不 我不得不杀死习太郎君 没事的 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的哦 杀了习太郎君后我也会去死 这也许对习太郎来说 是最好的结局吧 因为就算我把你尖尖起来 关起来你还是想逃走啊 那这样可不行哦 你逃跑的话就会很麻烦呢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想要你永远是我的东西 没有其他方法了 没有了 你的爱的形式 这居然是真的贝恩吗 那如果我们去看那一个 相框 他会告诉我们那是谁吗 我有点在意 刚刚在剧情里面 就是在片尾那边出现的那个 蓝色头发的人 特点吧 3510 GO 刚结尾出现的那个 就是这一个 原来他特点才会出现是不是 唉 奇怪 你怎么了小诗 他就是操吗 怎么在探戏呢 有什么烦恼事吗 小超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可以啊 因为我是小诗的同伴啊 不论何时都可以依靠我哦 谢谢你小超 其实啊 我现在有一个很在意的人 男生吗 没错是男生 你是怎么了 这一点都不像小诗 我也知道 可是就是很在意他 我想要是那个人的话 说不定可以 但就算我们交往了 终究会因为我而 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等一下等一下 到底施惠理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脑袋方面 不要紧的哦 因为他是小诗喜欢的人 对吧 那么他一定是个好人 是那样吗 而且啊 而且啊 也有一个可以解决你的烦恼的方法哦 哎 是什么 我也能做到吗 很简单啊 连小诗也能做到的哦 因为 因为啊 要是迷惘的话 杀掉他就行了啊 蛤 我没人的啊 what the hell man 臭 真的是臭 我臭 所以 到底是 谁有问题啊 等一下 他搞的问题很乱耶 到底是施惠理的问题还是 洗太阳的问题 他们搞的我有点乱哦 呵呵呵 好啦 那我们这一个 施惠理逃亡 就到这边先告个段落来 感谢大家收看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他 把他做的 剩下的游戏也玩看看好了 感觉好像真的很 KAN 很猛很厉害耶 那我们这次的影片 就到这边先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要记得是下面点击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随时最终最新的影片 以及开台的资讯 小铃铛也不要忘记按 才不会错过 每一次最新的系列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I want to